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部铁道局特别到基隆来进行基隆捷运计划综合规划公厅会 现场用尽了超过上百位的民众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进度 相关的基隆新北台北的这个战场公厅会的意见 我们都会纳入我们相关的中文报告 这个基隆捷运公厅会是综合规划公厅会的第一场 选在台铁七堵站内举行 参加的民众相当踊跃 包括基隆市长谢国良的市政团队 以及各区的议员都到场关心 大家也当面向交通部铁道局反映在地新生 我们办任何的公厅会这个资料不是这样一张保保的一张 待会交代清楚 我会觉得是被你们戏弄了 我们从去年就一直在对交通部讲 也在问基隆市政府的前市长黎又昌部长 也要在这边问铁道局 究竟基隆捷运的开发目的到底是什么 当时在讲的是北北基陶首都圈 串联国家门户的从海港到空港 所以基隆市可以零出资 他不是为了基隆市的通勤目的而发展的计划 当时零元 这件事情我觉得必须要在计划目的 这件事情请李刚主命能够再次说明清楚 现在基隆市要负担这么多 你们的计划目的改成那样 那请问当时林前市长所提的 这件事情不算数吗 所以每年上缴中央的整个关税货物税 都超过我们想象的 所以在这边我也是希望我们 李主任秘书能够对于这些 额外再增加金额的 这个经费的 是不是有可以来协助我们地方上 我是建议就是 第一个我们的板南线就直接的延伸 不需要换新的系统 这样可以节省系统转换的预算增加 七堵明德一路这一段到大华桥头这一段 路幅很小 不知道规划设计是如何去克服 到我们的七堵国校 还有我们的堵南国校 这两个平常上课时间 他们其实要非常专注的 那如果捷运沿线一直吵吵闹闹 其实会影响到他们的学习的效果 跟学习的程度 因为捷运是一个城市 它能够串联起来 跟外界串联起来的象征 我觉得很着急的一件事情是说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捷运的话 以现在基隆现有的 对外联络的交通方式 其实是很便利的 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捷运的话 我们基隆到底会不会退化 如果会的话我们应该要盖 可是我们盖的话 要如何提升它周遭的发展 这才是我们应该要关注的目标 基隆市长谢国良表示 他知道基隆捷运 对于未来基隆发展的重要性 不过根据市府估算 经费可能还要再往上攀升 超过60亿 他希望中央能够体谅 基隆的财政状况 基隆捷运现在地方基隆的负担额 总数为35加26亿 一共为61.65亿 再跟大家报告 61.65亿 那当然即便是60几亿 在这个原则下 本府还是要基于跟这个交通部继续努力的沟通 来讨论出一个可行的财务模式 而基隆捷运八堵到基隆的第二阶段规划 也成为现场关心的另外一个焦点 参与的民众认为 中央有必要尽快地把后续进度 跟大家说明 不然这个基隆捷运辐射范围 只有到七堵以及暖暖的一部分 似乎跟大部分的基隆市民 没有直接的关联 很难有具体支持 因为只到八堵 大家更期待的是八堵到基隆的这一段 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进行 那如果一起做规划的话 能不能在这边麻烦铁道局 就正式开始一期二期 不只是只有南港八堵端的基隆捷运 还有八堵基隆端的基隆捷运 第二期一起做规划 那也包括说像是以我们安乐区来讲 捷运目前没有要进入安乐区 还有基隆非常多的地方 可是我们的基隆的安乐区的民众 还有很多需要用这个捷运来通勤的民众 他们的这一整个接驳的规划 到底要怎么来安排 所以有没有的苦 政府的这些市民朋友 不可能相受的捷运的这些好处 所以市长 我们不用负担他们多钱 不用负担他们多钱 七分之二就好了 七分之二 我们不必负担那么多钱 他们要做这些工作 要求我们所有的基隆市民 来负担这么大的这些金额 我跟你说 那个高速公路 一高二高三高四高五高 快速到路 都一条有把线 在经过的社区来收钱 铁道局方面也表示 会收集地方的意见 纳入基隆捷运综合规划当中 记者黄日生陈淑平基隆报导 另外立委蔡世英在公厅会前 就先邀请铁道局长 到国会办公室进行说明 针对基隆捷运第二阶段 八堵到基隆的部分 铁道局原则同意 由中央出资 为请基隆市政府进行路线评估 希望让基隆捷运能够早日 衔接到基隆市区 基隆能期待多时的基隆捷运计划 综合规划案第一场公厅会 4月26号在七堵正式召开 立法人蔡世英特别在公厅会前夕 邀请中央主办单位 交通部铁道局长 武胜元到国会办公室 了解规划内容 并提供他在地方所收到 市民针对基隆捷运的各项意见 要求铁道局在公厅会 务必与地方政府好好沟通 也要广泛收集各方意见 那市民也把在这个过去当中 市民比较关心的几个议题 汇整给我们交通部铁道局 包括整体的路线的安排 还有民众关心的预算的问题 还有甚至在未来第二阶段 基隆到巴督的问题等等 那这些议题 市民都有把相关的民众的意见 汇整起来交给我们交通部铁道局的人 也请交通部铁道局未来 在简报当中能够完整的一遍来说明 或者当天有市民在询问的时候 交通部铁道局也能够就这些议题 能够充分的回答给大家知道 其中针对基隆捷运第二阶段 巴督到基隆段部分 在蔡世英争取下 铁道局方面原则同意 由中央出资 为请基隆市政府进行路线等评估案 希望让基隆捷运能早日衔接市区 发挥更大的交通与经济发展效应 蔡世英表示 基隆捷运对基隆未来发展 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不但是划时代的建设 也是基隆迈向首都港口城市的重要里程碑 它会持续要求铁道局 在北北基三厂工厅会结束后 紧速汇整相关资料 让行政院早日核定 基隆捷运综合规划案 记者张琪腾台北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为了照顾弱势边缘户 市议员曾宜方 在林敏勋积极牵线下 也在七度成立了民间第一间七度爱相随 幸福食物银行 希望照亮社会黑暗的角落 照顾更多弱势的民众 为了照顾弱势边缘户 林敏勋是基隆市第一位和民间台湾食物银行联合会合作成立 暖暖最用心幸福食物银行的基隆市议员 在林敏勋积极牵线下 基隆市议员曾宜方也在七度成立第一间 名为七度爱相随 爱新食物银行 希望照亮社会黑暗角落 照顾更多弱势民众 弥补公部门社会救助的缺口 也会配合当地的里长 还有一些好朋友们 一起来跟我们做爱新 那未来 因为这一次是我们七度区民间首间的食物银行 那未来在七度区复民里 吴明中里长也会设立七度的第二间 复民里食物银行 来为我们地方做服务 那未来希望可以让更多的人 获得我们的关注跟支持 在今天我们看到我们七度区 我们曾宜方曾议员 来设立我们这个爱香水 我们幸福食物银行 那未来我们也会积极 这个精神呢我们会持续把它做下去 那在这个关怀 然后食物不浪费 跟备灾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希望说可以把这个整个系统 来做一个有效的这个整合 那未来我们希望说 跟着我们方理长 全国台湾食物银行联合总会的脚步 那未来我们在全国的这个319个乡镇 我们基隆区的部分 我们希望在七度区 每一个区每一个里呢 都能够有这个 不管是实体的 或是说爱分享平衡的系统 协助促成以及指导的南机场 幸福食物银行创办人 同时也是台北市万华区 中情里长方和生 特地来七度参加 七度爱香水食物银行的成立 我想台湾食物银行联合会 我们在疫情这三年多来 看到全台湾的需求 也看到食物的备栽的重要 所以我们推动了319个乡镇 希望每个乡镇都有一个食物银行 每个乡镇平时的时候 下面很多村根里 透过这个食物银行 我们就可以帮到很多的村根里 那也把物资分享到需要人的手上 第三个最重要的就是被灾 台湾多灾多难 我们希望透过我们所有的食物银行的伙伴 我们连接起来 当哪个乡镇有事情的时候 发起来周边五六个乡镇 他马上可以支援 而且支援不是一次性的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 包括房屋的建构 包括我们一些物资的分享 我们让这些需要被帮助的人 得到他们需要的东西 那食物银行联会会积极的 来推动319个乡镇 今天真的非常高兴 沙沙预言 承诺 预言的时候 他承诺要建构 食物银行也做起来了 在米星预言这边 也是四年前做到现在 包括地内社区发展协会 执行长邱梅萍 基隆市达摩爱新会执行长 宇依林 以及社团法人 赡养展望协会执行长 杨生汉 和独北里长 谢梦翰 以及实践里长 张小梅等人 都亲自出席这场活动 示意原真一方 欢迎社会各界响应 加入捐赠物资的行列 一起来照顾 弱势家户 以及边缘户的民众 记者 吴俊松 基隆报导 再这样一来看 东光国校庆祝50周年 校庆规划了一系列的活动 其中以亲师生 共创美感的校园墙 看见超现实艺术的生命力 孩子们临摹 超现实主义艺术家 马克·夏卡尔的画作 为了给学校生日惊喜 他们重新诠释 把每一个最精彩的部分 把它重新做拼凑 然后做成一种 共同的大型创作 与夏卡尔重新对话 也让孩子们从艺术中 看到不同的美与风情 或许自己的想象力 可以拼出一些 很完美的画 这些画让我学到 夏卡尔的画里面 有很多绚染和沉叠 让我们发现更多 漂亮的颜色 用这些画祝福 学校生日快乐 就是为学校生日 送上惊喜 青师生一起共创美感 赋予超现实艺术新生命令 全校青师生一起举办 东光有爱 五十飞扬的系列活动 那今天是孩子们 跟爸爸妈妈们 一起把作品贴上墙面 然后我们希望透过 好几个关于爱的连结的活动 让孩子感受到 他们是多么的幸福 以及这是一个有爱的校园 家长们也投入创作行列 一起打造有爱校园 我们老师还有校长 一起为孩子建构的美学 看到了大家对校青的用心 也看到东光越来越美好 我们看到学校 在这个共农方面 有很多的琢磨在里面 我们就看到了学校小 可是它其实充满了爱 不只传达爱 还有校园永续 异画中呈现SDGs的 十七项目标 配合我们的布定 还有校定课程 我们希望把永续校园 这样的观念落实 因此在课程里面 我们推展环境 还有人文素养 希望把相关的议题 在学生的身上 然后加以实践 东光国小五十年 校庆系列活动 还包括了Podcast上线 一系列活动展现融合 有爱 欢迎校友们 5月6号回娘家 来看看不一样的校园 东光永爱 五十飞扬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第一届长情慢速垒球 及第二届乐乐棒球 在基隆大五轮棒球场 正式开打 参赛的选手们 全力以赴地享受运动热趣 球场上小朋友分离的挥棒 打击出去 成功冲上一壘 这次近年来 很受到欢迎的乐乐棒球 既安全又有趣 第二届乐乐棒球赛 吸引了十组队伍报名参赛 为了就是亲子的活动 小朋友能够有地方 可以让他放开的玩 所以这次的活动 有增加了我们的长青组 让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 都一起共襄胜举 那这次来讲 很多的赞助产商来帮助我们 我们的市长 我们的议长 顾议长 所有的一些议员 还有我们的陈宇委员 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这次的活动 能够圆满地成功 而另一场 长青慢速垒球赛 吸引了四组队伍报名 两个比赛 同时在安乐棒球场登场 特别邀请到市议员陈明健 亲自开球 今年的曼联 跟我们亲子的乐乐棒球队 虽然是夏天雨 但是大家的热情都不减 我们也希望这样的一个活动 能够持续下去 一方面能够做亲子 也一方面让大家都有 多的休闲活动 来联络大家的感情 乐乐棒球赛 选手年纪 从最小三岁到十岁都有 由于比赛趣味性高 讲求团队精神 争取主办的市议员陈明健 希望透过运动赛事 让更多原住民小朋友 发掘运动人才 我希望说每一年办得越来越大 那我们也拜托一下我们 延民科 我们的经费 会助越来越多 好吗 是这个协会 主办的第二届的 长青组 以及乐乐棒球的活动 那很高兴呢 有这个机会 有这个荣幸 能够代表立法委员陈寅 来这里参加这个活动 那我们非常重视 这个原住民的这个健康 以及这个休闲娱乐 那也希望呢 在我们这个活动呢 这么 这么棒的活动 能够继续的延长 能够继续的这个举办下去 第一届长青慢速壘球 及第二届乐乐棒球赛开打 不少原住民朋友 全家总动员参加比赛 尽情在球场上 享受运动乐趣 记者黄绍明 基督报道 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 有丰富场馆资源 兼具人文及自然风景 想透过您不同的视角 表现出来 海科馆邀请大朋友小朋友 一起透过手机镜头 分享你的创作 释放心中独特的创意 与想象力 还在等什么 快来参加 基隆祠云寺 整年度的重要庆典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欲佛节 及忌孔大连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 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 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大家好 刚刚有看到小爱爸爸 过路口的样子吗 我的过路口的方式 是不对的哦 不要学我的样子 过路口的时候呢 我们不要滑手机 因为我们基隆现在推动 行人友善政策 摩托车 汽车 会离让行人 但是行人也有责任哦 行人的责任就是 尽快地通过路口 效率 安全 然后呢 要跟我们离让的车辆 要表示感谢 我们的友善行人 在基隆继续推行 友爱城市 也感谢我们的车辆 更感谢我们的行人 在通行的时候呢 快速 然后有效 又要谨慎 谢谢大家的配合 慈云寺的财神殿 奉有五路财神 三清道祖与福德正神等 求财不运的相克相当多 每到财神爷圣诞 总是吸引大批信众 来到慈云寺 直角求发财归 以祈求能够财源广进 慈云寺也提供了财神灯 供信众任养 到了此一次 可千万别忘到财神殿残败哦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 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地每周三 晚上九点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基隆百福国中出现了意外访客 有一支小山枪 在早自习的时间冲进了教室 消防人员用网子抓住山枪 有学生反应 山枪很可爱想收养他 百福国中校园内出现小小山枪 躲进厕所 消防人员获报拿着网子 慢慢逼近 他很好动 小山枪受到惊吓 不断地跳动 还发生尖叫 原来这支山枪 在学生找自习时 突然冲进教室 撞到学生的脚 让学生惊慌大叫 听到同学他说什么 有东西跑进来 然后后面他跑去后两台之后出来 我以为是大老鼠 然后我就起来看 然后看一看之后 反正发现他从前面进狗 我就摸一下 反正发现他是山枪 一开始他进来的时候 我以为他是一只狗 然后后面才是隔壁班 告诉我说他是山枪 因为他可能也很惊慌 撞到我们孩子的脚 冲进去 然后孩子就尖叫声 消防在第一时间 发现山枪闯入校园 师生很激紧 把山枪引导到女侧 最后把门关起来 通知消防局前来处理 而小山枪因为太过紧张 眼睛和脚都有点受伤 从他的外表来看 这支山枪目前脚部有受到受伤 还有脸部也有一点轻微的伤 那目前我们已经通知动宝杜 那由动宝杜来把它带走 然后做后续的治疗 那在此呼吁民众 如果有类似的动物 不明物体 或者进入校园的话 引起骚动 那最好还是先把它局限在一部分的范围里面 交由相关单位来处理 在这间这个把那个山枪引入这个厕所里面 然后关上那个厕所门 这样是非常恰当的一个做法 对我们要讲是第一次有这种野外的动物进来 刚开始大家也是会很紧张 不过老师也藉由这个机会提醒同学们 这个生命教育请大家不要慌张 那我们就妥善的把这个野生动物先困在厕所里以后 然后我们再打电话 请我们的动宝团体消防局来协助处理 那透过这样的活动 也希望说让我们的学生感受到 这个野生动物的可贵 那也再一次让学生感受到这个生命教育的重要 动宝人员表示光是今年起就发生十多起山枪误闯民宅事件 而小山枪跑到学校反倒是第一次 应该是找食物 而且他比如说跑比较下山一点 刚好就碰到有流浪狗 就被流浪狗一追他就跑 动宝人员小心翼把山枪带回 先帮忙治疗再进行掩放 让他回归山林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道 基隆市人员区大兴日照中心 去年引进音乐治疗师 让长辈们学习乐器和音乐 进行复建延缓退化 身后长辈及家属们的好评 议长佟子伟及事议员许瑞慈 一起前往参访了解 佟子伟表示会继续争取日照中心 让老友所托子女安心上班 拿着铃骨相班等乐器 在音乐治疗师指导下 基隆市议会议长佟子伟 和市议员许瑞慈 陪同日照中心长辈们 一起学习乐器和音乐 感受音乐的节奏 和学习不同乐器的乐趣 更重要的是 让长辈进行复建 以及延缓退化 音乐治疗基本上 就是透过音乐这个媒介 就是音乐的各种元素 来达到我们要的目的 所以我们的目标 大概有四个 一个是认知 然后一个心理 一个肢体 然后跟社会互动 那最终都是要提升 人们的生活品质 基隆市仁爱区大新日照中心 去年引进音乐治疗师 让长辈们学习乐器和音乐 进行复建 并且延缓退化 生活长辈以及家属们的好评 基隆市议会议长 童子伟和市议员许瑞慈 一起前往参访了解 和长辈们共同学习互动 大家在听歌或是唱歌的时候 都会感到心情特别的愉悦跟放松 其实这就是音乐治疗的一个力量 那其实音乐治疗呢 它是一个正统的心理介入的一个疗法 那在台湾 尤其是基隆市 其实这样的一个正规疗法并不普遍 那未来希望音乐治疗能够推广 运用在更多的长照或制造中心 来达到改善焦虑 跟延缓失智症的一个发生 议长童子伟表示 基隆市已经迈入超高龄化社会 将会继续争取成立下一间日照中心 让长辈在地老化 老有所托儿子女安心上班 大家可以在这个玩乐中学习 然后复健等等 那我想可以找到长辈的尊严 还有大家的互动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那我想我们中央 在一个国中一个学区 希望推动一个日照中心的这个政策 我们将持续来争取 让我们的长辈都可以在地老化 然后安心的养老 那我想我们也希望 我们日照中心都在地社区 来一间一间的开设 可以让在地的人 再照顾在地的长辈 我想让长辈也可以熟悉当地的环境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 我们也将持续来争取跟推动 包括水井里长 孙力军也到场关心和长辈们还宣质疑 日照中心业者指出 卡拉OK是长辈最喜欢的活动之一 但是节奏感搭配指定动作 是一般日照课程中 比较少接触的部分 希望运用音乐治疗中 节奏性的听觉和触觉 刺激长辈的运动神经 延缓失智和失能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112年基隆市运动会将在6月3号 礼拜六盛大举行 基隆市体育会特别召集各单位 召开筹备会 体育会理事长郑景周表示 疫情解封后 今年扩大举办 将是历年来参与人数最多的一场 基隆市运动会 画面上是市府参议杨贵杰 代表市长谢国良 来参与112年基隆市运动会的筹备会现场 与会的还有教育处副处长陈淑珍 安乐区长简易哲 及市议员秦珍等贵宾 主办单位基隆市体育会理事长郑景周说 今年的全市运动会扩大举办 6月3号将在建德国小举办开幕典礼 疫情过了以后 我们可能要扩大办理 因为今年包括有我们的七位竞赛 球类有六项球类 桌球 篮球 半数理球 球球 还有我们的保龄局 还有圣经障碍 还有我们基隆市所有的这些武艺 包括佛丽政安舞 土峰舞 延吉舞 还有我们的楼梨球 还有所有基隆市政府所属的各机关 包括港务局 协和 还有我们的社区 这次社区基隆市的各社区发展协位 要组成七七七队 还有我们的救护团各机的救护团团团 差不多起来有三千多 是历年来最大的一场活动 秀华阳市长小爱爸爸 还有我们一位同主委 同一长大力士 让我们这个活动 可能是基隆市 除了中原计划最大一场运动会 体育会表示 项目多元的基隆市运动会 从民国八十年开始举办 带动全民运动风气 今年将是历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预计超过三千人来参与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想知道 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定每周三晚上九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